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开启了北国的耶护王朝28年的混乱和不安 耶护杀了以色列王约兰与犹大王亚哈谢 并且杀死耶喜别 应验了先知以利亚的预言 接连在杀死亚哈家的后裔与大臣密友祭司 消灭所有亚哈王的势力 杀死犹大王亚哈谢的兄弟南国险些灭亡 我们很难想象耶护的肃杀 是神使用这个国家面对的刑罚 正如神先前向以利亚宣告的 在宗教方面 他杀死巴黎的祭司和敬拜者 却继续崇拜金牛犊 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 但上帝仍应允耶护王朝延续世代 耶护王朝是北国延续最久的王朝 总共八十九年 历经耶护约哈斯约阿斯 耶罗湾二世撒加利亚五个王 耶护不遵守神的命令 神使亚兰王哈薛割裂以色列国 耶护死了葬在撒玛利亚 他的儿子约哈斯接续他作王 我们来看这一段充满肃杀的经文 先知以丽莎叫了一个先知门徒来 你竖上腰 手拿这瓶膏油往激烈地拉末去 到了那里要寻找宁氏的孙子 约沙法的儿子耶护 使他从同僚中起来 带他进严密的屋子 将瓶里的膏油倒在他头上 说耶和华如此说 我告你做以色列王 说完了就开门逃跑 不要迟眼 于是那少年先知 往激烈地拉末去了 到了那里 看见众军长都坐着就说 将军啊 我有话对你说 我们众人里 你要对哪一个说呢 将军啊 我要对你说 耶护就起来进了屋子 少年人将膏油倒在他头上 对他说 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我告你做耶和华民 以色列的王 你要击杀你主人雅哈的全家 我好在耶洗别身上 生我仆人众先知 和耶和华一切仆人流血的冤 雅哈全家必都灭亡 凡属雅哈的男丁 无论是困住的 自由的 我必从以色列中剪除 使雅哈的家 像尼巴儿子耶罗伯安的家 又像雅西亚儿子巴沙的家 耶洗别 必在耶稣列田里 被狗所吃 无人葬埋 说完了 少年人就开门逃跑了 耶护出来 回到他主人的臣仆那里 有一人问他说 平安吗 这狂妄的人来见你 有什么事呢 你们认得那人 也知道他说什么 这是假话 你具实地告诉我们 他如此如此对我说 他们就急忙 各将自己的衣服 铺在上层台阶 使耶护坐在其上 他们吹脚 耶护坐王了 这样凝视的孙子 约沙法的儿子耶护背叛约兰 先是约兰和以色列众人 因为亚兰王哈薛的缘故 把守激烈的拉末 但约兰王回到耶稣列 医治与亚兰王哈薛打仗 所受的伤 耶护说 若和你们的意思 就不容忍逃出城 往耶稣列报信去 于是 耶护坐车往耶稣列去 因为约兰并卧在那里 尤大王亚哈薛已经下去看望他 有一个守望的人 站在耶稣列的楼上 看见耶护带着一群人来 就说 我看见一群人 约兰约兰说 打发一个骑马的去迎接他们 温叔平安不平安 骑马的就去迎接耶护说 光温叔平安不平安 耶护说 平安不平安与你何干 你转在我后头吧 守望的人又说 使者到了他们那里 却不回来 王又打发一个骑马的去 这人到了他们那里 王问叔 平安不平安 耶护说 平安不平安与你何干 你转在我后头吧 守望的人又说 他到了他们那里 也不回来 车赶得甚猛 像宁氏的孙子 耶护的赶法 约兰吩咐说 套车 人就给他套车 以色列王约兰和尤大王雅哈谢 各坐自己的车出去 迎接耶护 在耶斯列人拿伯的田那里 遇见他 约兰见耶护就说 耶护啊 平安吗 你母亲耶喜别的银行邪术 这样多 耶能平安啊 约兰就转车逃跑 对亚哈谢说 亚哈谢啊 满了 耶护开满了弓 射中约兰的旗背 剑从心窝穿出 约兰就扑倒在车上 耶护对他的军长 毕甲说 你把他抛在耶色列人拿伯的田间 你当追想 你我一同坐车 跟随他赴亚哈的时候 耶和华对亚哈所说的预言 说我昨日看见拿伯的血 和他种子的血 我必在这块田上报应你 这是耶和华说的 现在你要照着耶和华的话 把他抛在这田间 尤大王亚哈谢见着光景 就从园亭之路逃跑 耶护追赶他 把这人也杀在车上 到了靠近 以伯连孤儿的坡上 急伤了他 他逃到米吉多 就死在那里 他的臣仆用车将他的尸首 送到耶路撒冷 葬在大卫城他自己的坟墓里 与他列祖同葬 亚哈谢登基做犹大王的时候 是在亚哈的儿子约兰第十一年 耶护到了耶斯列 耶喜别听见就擦粉梳头 从窗户里往外观看 耶护进门的时候 耶喜别说 杀主人的心力啊 平安吗 耶护抬头向窗户观看 谁顺从我 有两三个太监 从窗户往外看他 耶护说 把他扔下来 他们就把他扔下来 他的血溅在墙上和马上 于是把他践踏了 耶护进去吃了喝了 他吩咐说 你们把这被咒诅的妇人葬埋了 因为她是王的女儿 他们就去埋葬她 只寻得她的头骨和脚并手掌 他们回去告诉耶护 耶护说 这正应验耶和华 借他仆人提斯比人 以利亚所说的话 说 在耶斯列田间 狗必吃耶喜别的肉 耶喜别的尸首 必在耶斯列田间 如同粪土 甚至 人不能说 这是耶喜别 亚哈有七十个儿子 在撒玛利亚 耶护写信送到撒玛利亚 通知耶斯列的首领 就是长老和教养 亚哈众子的人 你们那里 既有你们主人的 众子和车马 器械 坚固城 结了这信 就可以在你们 主人的众子中 选择一个闲能合一的 使他做他父亲的位 你们也可以 为你们主人的家征战 他们却甚惧怕 二王在他面前 尚且站立不住 我们怎能站得住呢 家宰 义宰和长老 并教养众子的人 打发人去见耶护 我们是你的仆人 凡你所吩咐我们的 都必遵行 我们不立谁做王 你看怎样好 就怎样行 耶护又给他们写信 你们若归顺我 听从我的话 明日这时候 要将你们主人众子的首级 带到耶稣列来见我 那时王的儿子七十人 都住在教养他们 那城中的尊贵人家里 信一到 他们就把王的七十个儿子杀了 将首级装在筐里 送到耶稣列耶护那里 有使者来告诉耶护 他们将王众子的首级送来了 将首级在城门口堆坐两堆 割到明日 次日早晨 耶护出来站着对众民说 你们都是公义的 我背叛我主人 将他杀了 这些人 却是谁杀的呢 由此可知 耶和华指着亚哈家所说的话 一句没有落空 因为耶和华借他仆人 以利亚所说的话 都成就了 凡亚哈家在耶稣列所剩下的人 和他的大臣密友祭司 耶护竟都杀了 没有留下一个 耶护起身往撒玛利亚去 在路上 牧人剪羊毛之处 遇见犹大王亚哈谢的弟兄 问他们说 你们是谁 我们是亚哈谢的弟兄 现在下去 要问王和太后的众子安 活捉他们 跟从的人就活捉了他们 将他们杀在 剪羊毛之处的坑边 共四十二人 没有留下一个 耶护从那里前行 恰遇利甲的儿子 约拿达来迎接他 耶护问他安 你诚心带我 向我诚心带你吗 是 若是这样 你向我伸手 他就伸手 耶护拉他上车 你和我同去 看我为耶和华 怎样热心 于是 请他坐在车上 到了撒玛利亚 就把撒玛利亚 亚哈家剩下的人 都杀了 直到灭尽 正如耶和华 对以利亚所说的 耶护招聚众民 对他们说 亚哈侍奉巴利还冷淡 耶护却更热心 现在我要给巴利献大忌 应当叫巴利的众先知 和一切拜巴利的人 并巴利的众祭司 都到我这里来 不可缺少一个 凡不来的必不得活 耶护这样行 是用诡计 要杀进拜巴利的人 要为巴利宣告严肃会 于是宣告了 耶护差人走遍以色列地 凡拜巴利的人都来齐了 没有一个不来的 他们进了巴利庙 巴利庙中 从前边直到后边 都满了人 耶护吩咐掌管礼服的人说 拿出礼服来 给一切拜巴利的人穿 他就拿出礼服来 给了他们 耶护和利甲的儿子 约拿达进了巴利庙 对拜巴利的人说 你们查看查看 在你们这里 不可有耶和华的仆人 只可容留拜巴利的人 耶护和约拿达进去 献平安祭和梵祭 耶护先安排八十人 在庙外 我将这些人交在你们手中 若有一人脱逃 谁放的 必叫他偿命 耶护献完了反计 就出来吩咐护卫兵和众军长说 你们进去杀他们 不容一人出来 护卫兵和军长就用刀杀他们 将尸首抛出去 便到巴利庙的城去了 将巴利庙中的柱像都拿出来烧了 毁坏了巴利柱像 拆毁了巴利庙作为厕所 直到今日 这样耶护在以色列中灭了巴利 只是耶护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 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 就是拜伯特利和蛋的金牛毒 耶和华对耶护说 因你办好我眼中看为正的事 照我的心意戴亚哈加 你的子孙必接训你 做以色列的国位直到四代 只是耶护不尽心遵守 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律法 不离开耶罗波安 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 在那些日子 耶和华才割裂以色列国 使哈薛攻击以色列的境界 乃是约旦河东 激烈全地 从靠近亚嫩谷边的亚罗而起 就是激烈和巴山的加德人 流遍人 马拿西人之地 耶护其余的事 凡他所行的和他的永利 都写在以色列诸王纪上 耶护与他列祖同睡 葬在撒玛利亚 他儿子约哈斯 接许他作王 耶护在撒玛利亚 作以色列王二十八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